一个时期以来 个别国家宣扬反对以武力 改变台海现状 这种论调不分是非 颠倒黑白 是别有用心的话语陷阱 什么是台海现状 那就是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从未分割 是谁在试图改变这一现状呢 不是中国大陆方面 而是不断推进渐进是台独 大搞去中国化 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的台独分裂势力 是不断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大肆对台出售武器 叫嚣今日乌克兰 明日台湾的外部干涉势力 他们才是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 台独同台海和平稳定 水火不容 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就必须旗帜鲜明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台独分裂 反对外部干涉 只说维护台海和平 却不说反对台独 这实质上是对台独活动的纵容支持 必将对台海和平稳定 造成严重冲击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我们将同国际社会一道 坚定维护一个中国原则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决恶阻一切以台制华图谋 真正维护好台海和平稳定